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跟往年一样吧 大家就是上完春晚之后回家跟家里人活 伴手礼物我觉得可能 就从家里随便拿一个 能用不啥 随便拿一个 我拿点啥呢 那就拿一个 玩偶之类的吧 家里好像最多的就是玩偶 比如说我要给你顺手带点东西 你觉得什么东西最实在 我的话其实我 我其实也不缺啥 反正就看着拿就行 我其实每年回家 基本上不会 因为很久才回去一次嘛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 就是只要人回去就好 嗯 但你不会就特意cue 比如特别想念 比如妈妈做的什么呀 或家里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其实吃我奶奶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基本上回去的话 奶奶因为年纪也大了嘛 所以我也不太舍得让她去做做菜嘛 就是希望跟家里人团聚就好 有什么东西 仪式感 仪式感就是看春晚嘛 嗯 对 然后呢小时候的话看完春晚 就是大家到12点都会 在一楼 咱们呢就是 我说的一楼是那种农村房子的一楼 别后面搞就是什么 这话不妨 对 然后就是奶奶会做一大锅汤圆 然后大家就是 就是围着桌子吃汤圆 这感觉仿佛成为一种仪式感 有新的仪式感 哦 对 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放鞭炮嘛 嗯 对那其实也好久没放过鞭炮了 嗯 现在其实过年的仪式感就是 就是回家就是 还是走亲戚嘛 就是还是每年都会走 就其实大家合作都是第一次嘛 对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默契的就是 就仿佛不是第一次合作一样 可能大家 嗯 就是对于春晚这个舞台都非常的 看重 所以大家都 每次都非常热情饱满 也会带动到我 嗯 有小小交流一些什么话题吗 或者是舞台上哪些呈现 是你们就是 几个人私下对好的 说咱们到时候要如何如何这样的 可能每个人之间的互动吧 对 对就是每个人之间可能 就是有一个小互动 我这个还不知道 我没看 自己还没看 那我觉得 应该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化妆师画得比较好 聚在一块儿 我觉得可能 春晚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放假回家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人是最热闹的时候 嗯嗯对 哎那你会别人 有没有打一起打个麻将啊之类这种的吗 嗯会的会的 当然我小时候都是看大人在打麻将 嗯 现在可能回去也会自己打一打 咋样就 技术如何 跟他们打肯定就 图一乐嘛 我肯定是不太行 这个就看 看自己什么时候想发就发吧 嗯 没有什么特殊的时间段嘛 可能 就是新年到新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 给朋友啊都会陆续发消息 嗯 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会发一点 就是祝大家新春快乐的消息 嗯 那王俊凯版的V4 是那种很长很有设计感的 还是就很简单 比如说春节快乐波浪线 我一般就是别人发 然后我就说同乐同乐 同乐最重要嘛 嗯 那现在自己还有机会 在什么群里抢红包吗 就可能年纪大了 不用了 错错了 就 工作之后 可能基本都给别人发红包 对现在还有机会抢红包吗 嗯 很少 嗯 对 那偶尔抢红包会在什么群里呢 基本上没怎么抢过 基本上都自己发了 重庆其实很多景点都值得去逛 嗯 嗯 我觉得一个点太可惜了 就应该都去转一转 那肯定是 我觉得是那个 重庆的那个长江索道那块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景点 那这个你就得失望了 因为可能我 这个得想好久 你们家里本奥你不能送我一个吗 我家里 那 不能送 重庆家里都不能送 北京可以 那北京你会送我啥本奥 北京你自己看着挑呗 比较多嘛 嗯 回重庆基本上没回过 嗯 那我觉得 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了 可以 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是第二个家的地方 嗯 最触动我的 就是我觉得是 拍戏吧 拍戏其实每一次都能触动我挺多 也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有成就感那就是上春晚 我觉得每年都很有成就感 杀青的时候 杀青的时候更更幸福嘛 就是跟 当然也很不舍 嗯嗯 但是我觉得杀青的那种激动的心情 是你创造了一个角色 然后跟大家一起奋斗了这么多 多天的时间一起去打打造出来这样一个 觉得为自己为他去付出了很多东西的 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开心 非常幸福 拍刺猬 嗯 我看了也行 那激透一点 然后之前和葛大爷刚杀青的新电影 然后可以分享一下何者感受 跟葛大爷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刺猬 然后呢是顾成为导演导演的 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温暖的电影 当然这部电影就是笑中带泪 嗯 然后呢也非常的温情 所以值得期待 跟他合作感受 嗯 大爷首先我真的非常有压力啊 因为 就是 作为一个 演戏的 小白 我 我作为一个演戏的小白 那我觉得 跟大爷拍戏真的很紧张 我们第一天拍开机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就是 因为只好开机第一天就是跟大爷的戏 所以 当时我 拍拍第一个镜头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千万不能出差错啊什么的 然后大爷当然也非常照顾啊 就跟我说一些拍戏的经验 也告诉我 怎么样去更好的拿捏这个人物 所以 非常感谢大爷 嗯 最后呢也非常开心的 合作了这部电影 而且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嗯 对 那跟大爷比如私下比如在剧组烙课啊 比如修业的时候 你俩会搁油汤在那烙吗 大爷现在不会搁油汤 他都是非常养生的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来教大家 嗯嗯嗯 那他会教你啥呢 就 我们反正 就是在剧组 那 反正大爷只要坐着 就会这么荡脚 嗯 这是干啥呢 我有点忘了具体的理由了 看着挺可爱的 断桥OK 非常棒 大家一定要去看 呃 这个我其实也没有太多想挑战的事了 呃 看实习安排嘛 我当然很乐意跟 嗯 李日春姐姐一块来啊 嗯 就得看实习安排 我个人是非常乐意啊 希望你们档期可以就凑到一起啊 好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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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